我想問一下 民生他既然影響範圍這麼廣大 而且其實可能剛好聽到 甚至還有人延誤就義20年 也許還有一輩子都不曉得的情況 我想那到底這個影響的範圍那麼大 有哪些是大家覺得比較常見的 其實最常見的就是說 剛剛提到說手腳變得粗 就是腫起來 所以我們常常會臨床上會 假設說一個病人很懷疑的話 我們會問說 你最近這五年來 你這個或是說你之前的結婚的戒指 現在是不是戴不下 或者是說你穿的鞋子 很多病人他的鞋子是每一年換一雙鞋子 因為他腳一直變得越來越大 他舊的鞋子穿不下了 所以我們會先詢問這兩個點 如果因為一般講我們變胖 不一定那個鞋子或是戒指會一直要換 再來就是說 常常我們會注意就是說 病人他是不是合併有一些 像說聲音變得比較低沉 或者是像我的病人就是老公抱怨說 帶太太來看診說他最近一直打呼 打呼也會是症狀喔 對就是本來沒有打呼 可是卻變成打呼很厲害 那這個也是症狀之一 大概我們有一半以上的患者 會出現這種會打呼的情形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除了外觀以外 他也影響到我們的脹氣 像剛剛陳醫師也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當這個生長荷爾蒙過高的時候 他會讓我們的其實五臟六腑 包括心肝脾肺腎這些東西 他其實是會變大的 但是大不代表他的功能更好 所以裡面從外面到裡面 真的都會變大 都會有變化 對像是說 枝端肥大症的患者 他雖然心臟比常人藥來得大 對 可是他的功能並沒有更好 所以也有研究顯示說 在一些沒有治療的 枝端肥大症的患者身上 會發現到說 他們心臟衰竭的風險性 還比一般人要來得高 對 那又或是說 在一些 剛剛提到說一些骨頭的變形 雖然說他可能骨板看起來 乍汗之下變得比較厚 可是我們骨頭的 我們看過骨頭的切片 就知道骨頭的中間 它其實是比較像海綿狀的一個結構 對 像是我們脊椎骨 就是必須要靠這些海綿狀的結構 來支撐我們的體重 對 那枝端肥大症的患者 他這個脊椎骨裡面的海綿狀的結構 他的縫隙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的承重能力 反而比一般人要來得差 所以他變胖 但是身體其實反而支撐不住 對 所以這段肥大症的患者 也有報告顯示說 他們脊椎骨折的風險性 是正常的八倍之多 八倍 天啊 這多很多 哇塞 這樣聽起來這個疾病的確會讓人蠻辛苦的 那這個他有沒有遺傳問題 或者是到底哪些人必須要比較自覺 自己可能是高危險群 OK 其實大多數的枝端肥大症是不會遺傳 但是的確是有少部分的枝端肥大症 那他到底是怎麼造成的 如果不是不會遺傳 OK 他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他是在腦下垂體 大概95%的枝端肥大症 都是因為腦下垂體裡面長了一顆瘤 這個瘤大部分都是兩性的 就是他比較不會到處跑 就是在那個地方 可是呢 他會分泌過多的生長素 這個荷爾蒙 那這個生長素荷爾蒙 他就會讓我們肝臟細胞分泌出 另外一個荷爾蒙 叫做類胰島素的生長因子 這個生長因子就會 會對我們全身上下的器官 造成很多的影響 包含剛剛提到的骨頭的變形 或是說這個臉部結構的改變 甚至我們內在脹氣的改變 都是因為這個荷爾蒙的變化所造成的 所以剛剛就是年醫師講說原來是因為長了腫瘤 那請教一下陳醫師如果是腫瘤的話 這個腫瘤會轉移嗎 但他如果是良性的 我覺得應該還是得處理掉是不是 其實剛剛我們年醫師講得很清楚 就是大概九成左右的都是在腦部的腦下垂體的良性腫瘤 良性的定義它轉移的機率就相對比較低 但是不是講百分之百都來自於腦下垂體 代表也有少部分的腫瘤不在這裡 所以有些腫瘤是長在哪裡 所以長在肺會影響你的腦下垂體 肺部的癌症它有可能它是有一個分泌功能的 所以有些內臟器官的癌病變的腺體 這個癌症本身它是有分泌生長的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知道這個生長激素的部分 是讓我們身體所有的細胞器官都可以生長 同時它也可以讓癌症細胞也生長 所以癌症細胞會分泌這個東西是要讓它自己能夠生長 所以如果你的癌症是來自於腦下垂體以外的 不是這個良性的在腦部的 可能是肺部的或內臟器官的話 當然它轉移的風險有可能比較高 甚至它是癌症惡化的惡性的情況 也相對的會比較高 所以當你有出現這個可能性的時候 我們會去找到底你的那個腺體在哪裡 如果你的腺體九成 當然一定會限制找腦部 因為九成都在這裡嘛 一定會去找 但是如果這裡找過沒有發現的時候 就要去找別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健康檢查定期檢查非常的重要 剛開始沒有找到並不代表沒有問題 可能在儀器上面沒有達到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一個情況 但是達到某個程度的時候很有可能就會出現這個部分的一個位置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特別去小心 這樣子真的聽起來只有靠檢查才會知道 那有什麼樣的檢查是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枝端肥大症呢 首先我們大概第一個會先請病人 就是說有沒有症狀 我們看他臨床的一些表征有沒有改變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我們懷疑這個疾病的一個診斷條件 是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會利用抽血 就是檢查我們這個病人呢 他血液裡面的生長數 還有這個剛剛提到的 生長數會刺激出來的這個類胰島素的生長因素 那如果說這個數值是超過標準值的話呢 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要懷疑說 會不會是有枝端肥大症的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為了要再更確定 這個時候我們通常會請病人喝一下糖水 糖水 對 就是像那個孕婦 做那個認成糖尿測試的那種糖水的測試 因為喝糖水理論上 正常人他的生長數會因為糖分的關係 會被抑制住 就不會超過標準 那是如果枝端肥大症 因為他是長瘤嘛 所以他就不受抑制 這時候他的生長的荷爾蒙的血中濃度 依然會超過這個標準值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會更確定說 可能我們真的要排進一步的影像學的檢查 來查查看他這個腫瘤是在哪邊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首選因為95%都是在所謂的腦下垂體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幫病人排一下 叫做腦部的核磁共振 來看看說是不是真的長得腫瘤 當然如果像剛剛陳醫師有講到說 如果真的那個部位是沒有查到有瘤的話 我們就會往胸腔或是腹腔去查查看 是不是有其他的腫瘤藏在其他的部位 沒錯